我的耐心是有限的 还不速速下载斗破苍蹄路过云蓝提升斗气 从今以后你是本王的 初晋 许生 初晋 初晋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终于醒了 你已经整整睡了一天一夜 前辈 我们不走了 梦中与你共同走过 满苍黄金 有从未见过的绝美风景 仿佛是我握不住的晨星 照亮了天地 为何要再不光相识那颗 不仅仅仅 不仅仅 我 roses 走过来不及笛长 这样下去我们太吃亏 一路遇着的都是敌人 根本找不到一个帮手 所以 有很多人会来天良去 离山建宗的人 现在也已经收到了消息 我们为什么还要隐藏起来 我只信任自己 离山小师叔 人间至强者 许多人的偶像 既然是偶像 当然也会有许多人帮忙 这些话可都是您说的 世界是由黑夜和白天组成的 前面这些天 我们一直在黑夜里行走 所以看到的都是夜色 遇到的都是黑暗 但如果我们走进阳光下 或者我们能看到阳光 前辈为什么不愿意尝试一下 哪里来的酸腐强调啊 我可不愿意拿命去证明你的看法是错的 但我很想证明 我会赢 你要干吗 你小子可不要乱来啊 什么叫乱来 我知道你这小子想做什么 你不要忘了 这是我的命 我命由己不由天 更不能由你 可是 前辈你能活到现在 不真是因为我的努力吗 可恶 你这小疯子 你 离山小师叔 苏黎在子 苏黎在子 我是陈长生 离山小师叔苏黎就在我身后的房间里 无论是想杀他 还是想救他 要来的人都赶紧来 苏黎在子 阿童姐 明白了吗 现在怕了 只不过是赌一把 那我现在就告诉你 你赌输了 是谁 在下国教寻阳城主教华介夫 陈院长 我们刚刚获知您还活着 这是件欣喜的事情 您是否计划择日离开寻阳城 寻阳城教殿将全力护送 我能带着苏先生一起回京都吗 李公没有说过 那你可以当做不知道我在寻阳城 您大概还不知道 周园外发生了一些事情 您真的需要尽快回京解决 什么事情 梁啸啸死了 死前说是被您杀的 梁啸啸是魔族的奸细 他说我杀了他 他死在离山剑宗法剑 最后一事之下 周园里只有齐剑和宁慧这种剑法 齐剑怎么了 据我所知 其实齐剑现在已经回到离宫 正在疗伤 疗伤 齐剑受伤了 你怎么没告诉我 到底是怎么回事 前辈可知道 离山也有一个姓梁的弟子 什么意思 在周园里的时候 在周园里的时候 必须确认齐剑死 来到这边的所有人 都必须死 梁啸啸 他 会死 梁啸啸 已经死了 临死前 他说陈院长和哲秀是魔族的间隙 而哲秀 哲秀又怎么了 哲秀没有争辩 现在 已经下了周园了 这是千里纽 带七千走 我欠你一条命 告语 我知道了 这姓梁的小子 诬陷你这一手 确实阴狠 如果我还有力气回离山 便能解决 可 你若是回京都的话 国教不出面 我没办法解决这些麻烦 您说得对 我似乎是读书了 也不尽然是坏事 你喊破了我的行踪 全大陆的人都在看着寻阳城 你们的教宗赢老头 终究是要些颜面的 总不能让国教的徒子徒孙 在光天化日之下来杀我 至少我们现在赶回去 会少一些阻碍了 不过 梁王府 梁王府 都免了 多少年都没董过 先解决眼前的麻烦 逍遥榜第三 开门见山梁王孙 梁王孙 那人 也是冲着前辈来的 因为他们都姓梁 梁啸啸 梁洪庄 梁王孙 您与梁王府的人 有什么划不开的仇怨啊 做过皇帝的人 谁甘心一直做王爷 梁王府的历代主人 最想做的事情 就是回到京都 重新做上皇位 十余年前 京都那场内乱 让他们看到了可能 可是 当时想要启示的 不是长生宗吗 要谋天下 其律必身 梁王府数百年前 便开始渗吐入长生宗 十余年前长生宗挑动 南北相争 正是他们的好手段 我还是不理解 您和长生宗 有什么恩怨哪 我杀的那些长老里 有个姓梁的 应该便是梁孝孝的祖辈 至于梁王孙和梁洪庄 为何会如此恨我 或者是因为我当年 在长生宗杀人之后 顺道来了趟巡阳城 把梁王府里的那些老家伙 也全都杀了 前辈 真的需要杀这么多人吗 当年 长生宗和梁王府 抑郁以南征北 朝堂与国教依然分裂对质 他们最后找到了一个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什么方法 他们要我去京都杀天海 就算我杀不死天海 相信天海也会身受重伤 您去了吗 他们抓了我的妻子 然后一次要挟我 没有人喜欢杀人 我也不喜欢 但有时候 想要自由地活着 想要保护自己心爱的人 你必须让整个世界 都承认你的强大 你就是陈长生 不错 不要多管闲事 前辈是为了人类 才去的血缘 被魔族围攻受得重伤 不然你们根本没有可能 伤害他 至少不应该是这一次 以血还血 以死亡还赠死亡 罪是公平不过 他不应该死在人类的手里 这无异于和魔族合谋 只要能杀了他 不要说与魔族合谋 就算是与魔鬼交易又如何 我不在意 这个世界也不会在意 因为这是唯一可以杀死他的机会 而这个世界上的大部分人都想他死 而这个世界上的大部分人都想他死 无关人的死活 我不会管 但陈院长的安危 我们是必定要管的 不明白这位年轻的陈院长 为何要管苏黎这件事情 但我不在乎 王府的大脸既然动了 这件事总要有个结局 如果他不肯走 我也只好把他一起杀了 那样的话 梁王府会绝后的 绝后 那件事情之后 我梁王府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 今日我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来杀苏黎 也就不怕黎珊杀我全家 王爷何至于如此决绝 谁让苏黎在此这四个字 喊得这么决 陈长生 你如何能够对抗整个人类世界呢 前辈 你这一喊 自然是把我和你都逼近了死地咯 但何尝不是把那些想杀我的人 也逼近了绝境 比如梁王孙 本来想暗中杀我 现在必须明着来了 买定离手 我们想认输也来不及了 我教了你行军布阵 教了你会见如意 你学得很好 甚至超过了我对你最高的期望 不过你 居然能喊出那四个字 现在我真的很好奇 你到底能护我到何时 不好 该做饭了 殿下 这是要干嘛 去把哲秀找回来 就算我家先生不回来 那还有我 他们真当我国教学院没人了 唐三十六啊 下次上访准备改什么名字啊 三十八 十三 三十八 哲秀 你别生气了 我喝药就是了 我不吃 如果我昏过去了 谁来给你指路呢 你觉得我是男子好 还是女子好 行行 帮崽子 好 好 要尽快成熟起来 你要明白这一切的安排 快到时候了 好 虚实 很好 那你带着我走 不准丢下我 就算把你扔在这里 我一个人也没办法突破 受潮离开周园 我不要违背本性 也不愿意毒火 我们应该在一起 我不会死的 我有太多 必须活下去的理由 现在 又多了一个 说好的 不准丢下我 盛宴已经开始 如何能够提前离席 为杀人方能救人 为不讲道理 才能讲通道理 不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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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